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红爷 今天是2024年10月2日礼拜三 又是美好一天 主题分享 懂人性就是赢家 对各位投资观念有所帮助 记得看到最后 局势不安稳的中东地区 昨天伊朗朝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这样情况或进一步促使以色列 对现其摧毁伊朗炼油和石油生产设施的 威胁 使得外界对中东这个主要产油地区 发生供应中断的疑虑升高 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进阳于2% 全球政经局势一部分 资金又立马流向避险商品 例如昨天美元再度走扬 或影响短期台币区别 所以我们生存在这地球村上 各国家情势环环相扣 佛家说我们就是处在一个说婆世界 但孙子久遍也提到 无事其不来是无有以待也 无事其不攻是无有所不可攻也 凡事尽量提升自己能力做好准备 应对人生或股市的万变 另外联准会主席巴尔近期表示 经济状况还不错 因此不打算像先前那样快速降息 这似乎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让大家太过兴奋 绝分联准会降息了两码 但巴尔表示我们的经济还算挺稳定 降息的节奏不会太急 就像在开车慢慢踩刹车不用蒙踩 因为车子还在平稳行驶 联准会在上次会议中已经降了0.5个百分点 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大幅降息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巴尔透露年底前可能还会降息两次 每次0.25个百分点 这就是所谓的逐步降息 像是在做减肥计划一样 不能一下子瘦下来 而是得慢慢来 避免通膨进一步反弹 联准会不采取大胆降息的原因在于 通膨已经从2022年的高峰回落很多了 联准会不再担心通膨会持续飙升 反而更关心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 虽然失业率有所上升 但巴尔认为这还是属于温和降温 不太像大冷冻 联准会目标是软着陆 也就是把通膨降下来 同时不让失业率急剧上升 至于红野看法是 重点大家还是回归自己所投资的公司 因为股价终需回归基本面 这部分稍后会再提到 接着观察美国三大指数的部分 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 173.18点跌幅0.41% 有点小可惜的是 昨天收小下眼线而已 并没有收个长下眼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昨天再收长下眼线的话 刚好可以与礼拜一的长下眼线互相呼应 目前看起来拉回画下方一展现承接意愿 如果是每天收看影片应该印象深刻 红野画出这个红色上升趋势通道 也多次提到来到上远较大压力 但拉回靠近下远又容易出现多方防守力道 也多次分享大家要独立思考 当大家看到张走势图时 大家首先得判断短期中期或长期趋势改变了吗 接下来是科技股 纳斯达克部分昨天跌幅较大 跌了278.81点 跌幅1.53% 也再度拉回 逼近下方各均线纠结区 关键重点依然在下方中期均线务必守住 其实关于科技股走势 红野这两个月分享看法是 这两年来真的涨幅有点大了 道琼低点至今涨了45% 纳斯达克则涨了85% 在此巨大涨幅情况下 原本外部的价格就得贴近内涵价值 因此涨多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横盘震荡整理 当然短线投资的情绪是难以预料的 也有可能见走偏锋 连续向上飙涨 带出大量 但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越得谨慎与小心哦 所以依然维持横盘震荡整理 或是较佳方式 至于灵动台股更生费程半导体指数部分 昨天跌了148.12点 跌幅2.86% 如果是新近的新观众朋友们 记得回顾近期的影片 前几天非半持续反弹 但流长下影线 当时提到 这样的情况 如果出现相对低档的话 可能出现所谓的打桩线 但如果出现相对高档 而又隔天走势进一步确认的话 反倒可能出现掉人线哦 这些相关应用在先前 学员精华影片 看穿主力意图关键K线 曾分享过 既然提到了 我们就看一下观众留言 感谢红爷 这三年从没有到现在 总账面成长40% 确实照着红爷的教导 有很大的成果 感谢红爷无私教导 当然老观众都知道 红爷这边没有名牌与买卖建议 单纯技巧与经验分享 红爷看到观众 持续成长 予有荣烟 也有其他观众询问 想加入学员频道 除了信用卡外 有超商付款吗 这部分 红爷曾看观众表示 可用电信小额付款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请直接洽选 所使用的电信公司客服哦 感谢再感谢 回归费半走势部分 连续几天走跌 再度失守关键20周均线 也再度面临下方月线保卫站 更下方这条紫色年线 务必守住 因为年线是目前趋势的 最后一道防守线 如果年线都没守住 未来恐整理更久时间 刚提到这两年 美股涨的的确多 例如费半这两年高低点 涨了184% 几乎快两倍 涨多了还是得休息休息 但休息不是转空哦 休息只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接着观察 重要的美国十年级 供债殖利的部分 我们从这数据 能判别目前市场对整体 不管是经济数据 或任何的利多利空消息 背后的市场最主要心态 我们看到数据由前指3.79% 微幅降到3.73% 虽然如此 整体依然如个人分享 维持区间震荡整理 上方有FED降息压力 但下方也有美国经济支撑 接着观察大家比较关心台股部分 昨天美股三大指数同步走跌 不过台股似乎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 今天因台风假休是一天 不知道各位观众那边天气如何呢 虹野这边外面则是无风无雨 受到美股昨天走跌 影响台子夜盘昨天甚至大跌400多点哦 中盘则跌了291点 而台股是否能够避开补跌的命运 即可观察重点 第一个今晚台积电ADR表现 昨天台积电ADR跌了0.92% 另外一个则是在新加坡挂牌的负台值 目前也跌约0.96% 当然如果连续收看应该有印象 虹野不负责任提到今年7月相对高点 虹野个人认为那边可能价格不便宜 但拉回靠近今年8月相对低点 那边可能相对便宜 因此虹野当时选择大举加拿股票 而随着近期持续的反弹 或来到中间叫合理区 不过也陆续提到台股表现好坏差 也真的非常大 好的呢 缓步走涨创高 买到那种股票的荷包获利满满 如果不信买到空头坏股票的话 持续破敌再破敌 那么可能就是坐在一艘会漏水的小船 或许赶紧太弱换抢是较好方式 至于虹野对台股看法是 短线涨多震荡在所难免 长线角度依然不看坏 台股后续展望 想提升投资能力吗 记得先点选右下角订阅频道哦 才不会迷路找不到虹野 影片制作不易还请各位老爷夫人播共点赞 让影片有机会给更多人看到哦 感谢再感谢 在观察整体大盘筹码情况 外资在连续买超几天后 这两天又反手减码台股了 今年来说的台股占上两万大关后 外资偏向卖方 但短线也可能收到汇率因素 短线买入台股迹象 不过其背后最大威胁就是外资先行指标 依然持较大部位空单 这部分稍后提到 至于台股先前扛霸指头性买超部分 近期缩手情况哦 所以从以上台股两大法人买超情况 目前买超力道逐渐减少 另外左边非常关键融资部分 也是令人担心的 近期拉回融资不减反征 目前余额来到3,170.43亿元 这也代表市场主力边拉边出 散户们可能再次上当 这些散户们可能没有准时收看红野频道 先前影片提到 降息资金狂潮最害怕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投资人没有按照自己的交易节奏 随着市场的情绪 看到大家非常乐观又跟进买股票 但如果总是这样操作方式 轻折短套 重折变成回不去的大海参 如果有老观众知道 大海参的原油 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与其他观众分享宝贵看法 接着观察外资昨天买了什么 以及卖了什么 我们从这些关键数据 能看出外资心态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红野每天分享的 这些都很固定 没有太大变化 其实如果这样想的话 可能大错特错 从外资每天买卖超情况 能看出外资的心态 以及目前市场主流 昨天主要买进新光金 以及其他的金融头等再等 然后第五个也再度买进了 避嫌的原大台湾50反一 至于减码标的出托了 富华台湾科技优息 约3万张 还有台信金 其他的原大高股息 还有大家注意看456 这些都是陆港股的两倍杠杆型 ETF开始获利了结了 这也代表外资也跑得非常短线 依然是见好就收 这也无可厚非 毕竟陆股近期飙涨 当然对陆股长线发展 红野并不抱持正面态度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近期学院计划影片 中国经济崩溃 全球下个金融危机吗 这次观察选择权最大 为品仓量 试图发掘可能压力及支撑 我们看到这数据 已经是最新的台子夜盘 昨天台子夜盘跌了291点 即便如此 我们依然看到上方 庄家布下天罗帝王 而更下面多方防守据点 分别在整数关卡 一样相对高位阶情况下 波动能大 大家做好风险控管 接着观察 这比美股影响台股 重要性更高的先行指标 外资再度反手减码了两天 接着期货空单部位 持续增加来到3.8万口左右 真的是亡我之心不死啊 甚至前五与前十大交易人 分别持有9000以及1.4万口进空单 这空单数据也持续增加 另外相当关键 外资选择权依然持续增加空单部位 先前曾出现外资期货空单部位持空单 但外资选择权持多单 两箱抵消下 情势还没有那么危险 但如果齐全同步翻空话 就得特别谨慎与小心哦 还有本坡反弹以来 韭菜指数未见任何空单 也是比较可惜的 没有出现空单就代表失去 卡控燃料 更何况这些韭菜依然偏积极看多台股 影片前半部曾提到股价终需回归基本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位 但这部分仅为范例说明 被任何股票分析与买卖建议 去年股价才二十几块 一年的时间竟然涨到233块 但其实我们进一步确认 其历年的配股配息情况 已经好几年都没有任何的配息记录了 甚至在财报获利面 截至最新的第二季表现 依然呈现仅亏损 在尚未出现实际获利改善前 股价已先行涨翻天 这个就是在股市里的人性 通常展现出非理性与疯狂 而近来的入股走势是不是相似情况呢 而美国那边也有点状况 美国港口罢工对经济有多大影响呢 根据图表显示 美国十大最繁忙的港口中 有九个位于东岸与墨西哥湾沿岸 显示这些地区是美国货运运输的重要枢纽 其中修士顿港已每年处理将近三亿顿 货物名列第一 辽金经济研究院估算 罢工每周可能让美国GDP损失高达45到75亿美元 虽然罢工结束后损失可以逐渐弥补 但每罢工一周 积压的货物需要一个月来清理 这让美国制造业员工的加班时间大增 随着假期消费旺季的逼近 需求不断增长 因此罢工只会让问题雪上加霜 投资资讯公司也提醒 这次东岸的港口罢工 不只打击零售和汽车业 还会快速波及到其他中小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本来就饱受通膨资金成本的压力 这下再来个罢工 真的是坏到不能再坏的时机 但每次塞港或罢工 运费又有蠢蠢欲动 近来部分资金又流往航运避嫌 宏业的看法是 罢工本质上是工人保护自己权益的正当手段 但必须在与社会利益平衡的前提下进行 以避免全球经济过大的负面影响 接着我们迅速看过 昨天美国主要全职股表现 不然再度跌破所有均线跌了2%多 目前依然视为大区间震荡整理 苹果股价近来跳上跳下 昨天再度获利回吐约3% 也是维持短线的区间震荡整理 Google则是预挑战上方关键20周均线反压 受到外在大盘拖累 昨天说黑石事件通常代表趋势暂停与观望 美国主要全职股以META表现最佳 环步上移 这部分红野有没有在影片提到 长线角度红野依然看好 元宇宙未来发展 特斯拉再度挑战前波高点 但留意的是量能未有效 持续向上扩大 在此情况下或出现量价背离 有背离容易出现转折 接着是AI总大将回答部分 昨天再度拉回3.66% 近期的走势 持续显示出多空人人有机会 个个没把握 基本上挥打的走势 红野是不是也画出这个上行卸行 整理好几天了 依然在这区间震荡整理 当然更重要的是观察突破后的方向 因为这期间累积的能量越来越强 而通常是整理的时间越久 累积能量越强 也关乎着未来突破后的方向力道也越强 当然红野的看法一直维持着短线不要随意追架 通常拉回靠近下方中期军线 甚至更下方的颈线防守线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今天台湾各地方又放弃了台风架 不过好像外面再度无风无雨哦 台风架要干嘛呢 当然是待在家里观看红野讲古频道 接着分享今天的主题 懂人性就是赢家 人性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喜欢把人性包装得很美好 说是追求真理追求善良 但如果我们把表面撕开 会发现人性其实跟动物性一样 都是为了求生存 说真的当肚子饿了 谁还会去管什么真理什么道德呢 先吃饱再说 这个就是人性根本驱动力求生存 人类的行为总绕不开厉害二字 会不会有人说 我看红野的影片没有厉害关系 只是睡前听有助睡眠 我们每天忙着工作辛苦赚钱 说到底不就是为了求生存吗 但如果人性只是这么简单的动物性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能超越这种本能 追求更长远的目标 这就涉及到人性中另外更高端的一方面 智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越是聪明的人 不仅只关注眼前的利益 他们总是看得更久更远 知道如何布局未来 甚至能让家族兴望好几代 而那些只看眼前利益的 往往短视尽力 结果通常是银吃毛粮 历史中这样的例子多的是 只要一点小力就能引诱上钩 即便是英雄也难过美人观 在投资理财的世界里 聪明的投资人 其实懂得运用第二层思考 什么是第二层思考呢 最近的入股飙涨吸引不少投资人的目光 许多人看到这波上涨潮急着跟进 觉得自己再不进场可能错过发财机会 然而聪明的投资人会运用第二层思考 来看待这种现象 他们不只只看入股短期的上涨 而是深入分析这一次涨幅背后 是否有基本面改善的支撑 从第一层思考来看 很多人看到股价涨了 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 不管任何国家任何市场总是出现这种风魔行情 生怕自己买不到 但第二层思考会问 中国经济目前的挑战 如房地产市场问题 消费疲软等 是否能长期支持这一次的股市热潮呢 还是只是一波政策刺激下的短期反弹呢 因此懂得第二层思考投资人 较不会被这一次短期上涨所迷惑 他们知道市场情绪可以一时拉高股价 但如果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支撑 这一波反弹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结果是那些没看清全局的投资人 很容易在高点被收割 为什么聪明的投资人能做到这一点呢 这就涉及到他们的三观 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拥有正确的三观 才能在投资上保持冷静 不被短期波动左右 通常是欲望越小的人 越能操然洒脱看清事件的本质 懂得看季节而非天气 观察潮汐而非波浪的投资人 不会因为一场暴风雨就卖掉股票 而是会根据整体的市场环境 做出长期的决策 信与不信的是 股票市场上还是韭菜居多 他们往往只看今天的天气 不管季节的变化 结果就是反复被收割 重点是韭菜们还不会绝肌哦 如果哪天会心又撞地球 搞不好地球只剩韭菜这生物了 君不见 离离原上草 一碎一窟龙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投资要有大局观 懂得长期趋势 才能真正抓住机会 避免在市场波动中成为下一批韭菜 所以重点在于我们做投资决策时 可不要让动物性牵着我们鼻子走了 当我们急着想卖掉一只刚涨一点的股票 或是因为市场修正 就怀疑自己最初买股的判断 想想那些长期投资成功的人士 他们靠的绝不是眼前的迎头小利 而是更长远的规划与耐心 结论就是人性有动物性的一面 但股市赢家通常更具有高度智慧的一面 想要在投资市场上真正获利 就得学会超越那种只关心眼前小利的思维模式 我们得用耐心与远见去追求更大的回报 那么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哦 台风架大家记得做好防台措施 也祝大家平安喜乐获利满满 红爷勉励各位 财富永远属于积极乐观与耐心的红粉知己 祝操作顺利